Hello 大家好 聚研堂 聚研堂 不過大家留意到背景有點不同了 不好意思 又沒有貓幫我們贈慶 因為是女王 稍微繁忙 變成我們搬了一個地方去其他地方 我們推咪的技術總監說 夜景會多漂亮 就選了這個位置 這裡也很漂亮 OK啦 見到人了 最重要是唱嘴若然 多謝 聚研堂有什麼好玩的 最近太王去世 做了七十年 歷史上最長 人生七十都古來希 暫時還有英女王 暫時也很厲害 人生七十古來希 他只做皇帝 做國王也做了七十年 做皇帝長的時間也是少 好皇帝才是難 但泰國人上下心這件事 沒有人有異議 大家都說蒲微蓬 好皇帝 這是真的 絕對厲害 絕對厲害 另外 為什麼 他的影響力這麼大呢 如果他去世後 未來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這麼擔心泰國政局會有問題呢 或者大家都可以值得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倒數出來 說擔心的事情 的確是 現在是皇帝 花花公子 譬如說他有點短短 當原兵又如何 老粗一個 然後他換畫 換了七彩 換皇后才變態 不是換女朋友 是儲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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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子妃 太子妃又是瘋 又同樣瘋 又同樣瘋 他跟他老婆 剝光珠開派對 三天派對 又喜歡駕駛名車等等 太子妃 剝光珠開派對 什麼景象 有錢亂來 即是像一個花花公子 又像一個懸父子弟 說難聽一點 張龍婆不像太子 中國古語一句 他望之不似人君 很可惜的是 那個亂象 因為沒有其他王子繼位 只有他一顆子 最得人心反而是 斯林通公主 其中一個妹妹 最得人心反而是斯林通公主 但又是憲法規定 不能用女性身份繼承 沒有辦法 始終憲法是這樣的 傳統是這樣的 東方一向都重男輕女 難免 變成了一個憲政危機 就不像英國那樣 你可以傳給英女王 沒有女兒是不可以 是的 傳給英女王 英女王可以 儘量傳給兒子 兒子不可以的話 還可以有女兒 沒錯 但泰國就不可以 沒有這支歌 很可惜 現在的憲政危機是這樣的 再加上近來軍政府 又難聽一點 泰國人不是完全跟這些奪權 尤其是香港人有一個心理障礙 沒有辦法 國際視野有限 但凡軍隊政變奪權 你就說是不對 諸如此類 泰國未必全部都是這樣想 沒有辦法 因為他歷來政局都比較亂 反而軍隊一向都有一個乾淨的傳統 總之他覺得國家有問題 他就是尊王讓兒 有日本人的招呼 輔助王室平亂 其實上一次他信總理出事的時候 都是同樣的道理 2006年的時候 2006年 10年前而已 不是很久 問他之後 為什麼軍隊奪權 搞亂世大龍呢 又不是很亂 因為他信當時涉及貪污 勁貪污 軍隊介入 將他交控了 他自己拳奏高飛 然後輪到妹妹 加上他其他親信又搞一輪 這個變成一個 不要說政黨 是政團 或政治集團 山頭主義 沒辦法 結果搞到紅衫君王身分 說法就是 你那個鄉村蒙民有票 人家說他沒有路 我不想這樣說 鄉村蒙民有他政治優先考慮的事情 你收購米價行不行 其實他很重要 吃飯而已 都影響到香港的 全世界都影響 香港的泰國米近幾年貴了這麼多 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強國入口大把泰國米 吃貴米 不關香港的事 強國入口很多泰國米越南米 因為強國根本不夠吃 也不敢吃 很多人相信米票白了 另一回事 所以我們也受到其他地方影響 因為泰國不是那麼遙遠 只是近南無縣 不是那麼遙遠的一件事 所以泰國的亂局 有一個軍隊的集團 叫做康福王室 想平定天下 但是跟著城市中產 新進那批 又說要搞民主 又說要搞經濟開放 又說要搞工業化 現代化 但鄉村的農民 就要煮飯碗 你不要降低米價 不要拿土地 諸如此類 然後經濟發展 起尾鐵路 起尾高鐵 幫助日本 幫助中國 諸如此類 泰國就沒有辦法 夾在中印半島中間 或是印製半島 正是不正確地說 變成左右做人蠻 你剛才說的城市中產 即是黃三軍 鄉村的紅三軍 兩邊的利益不能妥協 這個貧富懸殊 太嚴重了 結果在2006年他信倒台後 又利用了這種矛盾 結果不斷在那裡 尤其在曼谷那裡鬥來鬥 一會兒就佔領機場 一會兒就佔領公路 一會兒就佔領商場 還佔領到外國遊客 最常去的地方 引起很多國際的注目 大家都去到最大的 甚至四面佛 又是找人搞一大輪 放炸彈 平程而論 整個東南亞來計 經濟發展做得最好的 反而是泰國是可以的 因為 只是一些提案 側側地來看才算 上次泰國是水浸的 漫谷大水浸 一會兒水浸 其實全世界的電腦工業停毀了 大家想像不到原來那個生產鏈 泰國有多重大的作用 原來全世界大部份的硬盤 即是Hardgas的生產基地就在泰國 亦都證明 泰國工人的技術水平是高的 他不是純粹製衣服 不是勞工的概念 雖然城鄉差距很大 但以現代化城市來計 泰國的工業水平 還有日本人有很多汽車製造廠 上次泰國水浸的話 電腦工業就停毀了 汽車工業也停毀了 很多精物工業零部件生產都停毀了 原因就是它的價值 它的生產鏈套得很密 而泰國作為全世界 一個很重要的工業生產基地 是有它的地位在 所以說遠一點 為何泰國太受人外戴華歡迎 這些成果得來不易 阿仰都記得了 五、六十年代 整個東林亞排華、內戰、反共的年代 接著是越戰 其實幾十年來未平定過整個東林亞 而泰國當然沒有行面 不過相對來說是安定的 這跟皇室的威信有關 皇室的威信也不是在剛剛過世的 拉馬九世寶物坊開始建立 泰國現在的皇室 這個遷羅皇朝其實是在1782年開始建立 1845年 對,就是乾隆時代 曾經向過當時的大清 是超過的 不要緊 全世界也是中國 其實政局一直都穩定 這是傳統的皇朝 王權集中的君主統治 到了十九世紀中 他與中國以及整個世界 東南亞國家也是 就是面對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問題 殖民的浪潮 當時大家都清楚 西面的緬甸被英國拿走了 緬甸連印度 是英國的 東面是法國的 越南、柬埔寨和老窩 南的馬來半島、新加坡那裡 就是英國 泰國中間包圍在英法兩大殖民勢力中間 旋渦中心 但是泰國就是去玩平衡政治 兩邊都不得罪 我做你們的緩衝 我也願意讓你們各自 西方的英國、東方的法國 做你們的勢力發揮 但是你們為了取緩衝 我仍然可以保留到我的一個獨立地位 相對來說,用了少許中立主義 泰國人覺得最大屈辱的一句 都只是叫保護國 不是殖民地 沒有殖民地政府 他是唯一一個東南亞國家 沒有被殖民 沒有被殖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野 而且他當時 因為王權屬於君主專制 他當時出了一些明君 真是明君 很有遠見的明君 他不是甘心 勉強過一天 做到一個獨立地位算數 即是不是晚清立憲 不是那種 比清朝好多 比清朝好多 在1851年到1868年的時候 就拉馬四世 很出名的 你如果看過《國王與我》 這個《由百年立》 有少少政治不正確 做了四千場舞台劇 不止 四千場舞台劇 電視劇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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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考我們年齡的比較 話說大台 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連續播了幾年 《國王與我》 電視劇 配音阻加明珠台 所以基本上 如果大家心水清 記得當時的歷史背景 拉馬四世 最近也有的 不要說太遙遠 如果真的不考我們的歷史 我們本身的考管成份 最近發哥也有演過 周潤發 演過《安娜與國王》 《安娜與國王》 《安娜與國王》 其實是同一部劇 朱迪科士達 演過《女主角》 兩位都是 男主角是發哥 女主角是朱迪科士達 都是好戲之人 非如常之好 除了講完電影 我們也講回《蒙古》 即是拉馬四世 大家真的有看《國王與國王》 《安娜與國王》的話 可能通過這些戲劇的製作 對泰國歷史多了一點 不是作的 只是戲劇成分 但大部份的資料 事實都是真的 阿安娜 阿安娜是假的 阿安娜也是真的 阿安娜也是真的 沒有那麼親密 不是拍拖那一隻 沒有 阿安娜有一點誇大了自己的作用 他真的是一個相當厲害的英文教師 阿安娜四世聘請入宮廷教英文 而且有份教過《拉馬五世珠拉龍宮》 不過他不是說自己那麼厲害 所以泰國王室就不是太老禮 有些戲劇成分 但不是太老禮 但事實上阿蒙古 基本上那個背景是真的 但蒙古他真的 全國家走運 在地 不會離地 然後做一個改革 逐步參加西方 包括改善他的服飾 教育最重要 教育最重要 這東西看得通 他讓就不改教育 所以他不是請很多西方厲害的人去教皇子 教皇子教英文 不是英文那麼簡單 通過學習外語 開放教育制度 不是好像講主要這樣 講英文厲害 但是老大師父母 他以為還停留在獅子山下精神病 不是在於做官 很重要 不是這樣 他真的是現代化 首先他希望自己的皇室要現代化 再推動國家要現代化 不過他到了168年 做了17年之後 他又過世 是辛苦的 這就是皇帝 17年很難捱 但你不可能在十幾年之內改變 基礎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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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接他班呢 就是後世非常出名的 就是拉馬五世 朱拉農工大帝 很多地方都用他來命名 甚至他的生日等等 很多都是泰國的法定假期 朱拉農工大學 泰國最頂級學服 最頂級的學服 甚至是中南半島最頂級的 除了新加坡國立大學 他比新加坡國立大學還早 多年 所以大家有詳細研究 不要小看 是真實 朱拉農工大帝 即拉馬五世 他跟明治天皇 日本的明治天皇 差不多同一時期 明治起是167年 他做到1910年 做了42年泰王 大刀斧斧改革 所有皇子 皇室城的皇室 只要能夠出國 都一定要送出國學習 全面把自己的皇室現代化 而且在保證君主權力下 他亦行憲政 類似一個很明治為新的方式 他不是行全盤西化 絕對不是 改善教育 另外很多經濟民生等等 城市建設就是他開手 泰國曼谷的城市建設 因為他學了英國人 是很重要的 是管理下水道 沒錯 這不是他 自水流 因為曼谷是很容易水浸 他本身是一個三角洲 他本身叫盆谷 因為水浸 在農耕年代也沒有所謂的 浸完肥肉一點 但現代社會就不可以 但現代社會就不可以 他那個首都建設在泰國的曼谷 在曼谷這個地方 他要現代化的話 就開始搞運河 排水系統 所以你發覺很過癮 相對於泰國的城市建設 四方圈圈的Greed 其實是先進過很多其他東南的國家 很過癮的 是的 而且他這些 他本身 拉馬五世的朱拉農工大帝 他不是純粹是找人出去外面考察 然後回來報告 不是他很多時候是親自出去訪問 亦都親自出去學習 是很虛心學習的那種人 其實有些 抹開這個民族主義才算 其實日本皇室不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很像明智時代 文化是這樣的 要開放就是這樣 你想想日本皇室論幾多學者 就算是愚人自機 海洋生物學家 不是西洋學家 是專家 是很多種物種 他要命名的 他猛年是研究海洋生物 尤其是悲學類 專家 所以泰國 當時的時代思潮 一方面是西化 但其實他已經有點像日本人的思維 是進步一點的 他不是只說西化那麼簡單 而是要現代化 西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對象 並沒有抄襲 所以他本國 大興佛子 其實本國也沒有國粹 文化完全沒有 他依然維持藍丁 一世人都要出過家次 包括太王自己都要出家 另外春天要親自去農田 大頭耕種 示範 春耕 而且令到百姓 因為大部份是農民 你做這些工 親自去春耕 除了古武農民的士氣之外 亦是令到你和百姓的關係拉近 沒錯 不只是儀式那麼簡單 所以泰國在18世紀到20世紀初的時候 東亞地區在獨立的情況下 改革和現代化做得最成功的 日本一定是第一 泰國我覺得是第二 中國最可憐 不要說 西化是什麼意思 馬克思算不算可憐 應該抄襲 老掌學法西斯 老毛馬克思 再加上中國本身那套專制獨裁奴才文化史 真可憐 歷史過去 另外朱拉龍公也是外交手腕也很靈活 除了國平衡外交之外 而且他不會將不必要的領土 視之為最高的國家利益 甚至將一些邊緣不太重要的領土 分別割給英國、法國這些職能勢力 他不是直接給英法 很過癮的 他的平衡外交 記不記得有一個小插曲 幾年前泰國和柬埔寨打過一場小型規模的衝突 在邊境有一個神廟 對 牽涉到聯合國的歷史 是一個古蹟 文化遺產 那個個案就是這件事 當時法國人畫邊界 英國人畫邊界 泰國和柬埔寨原本不是這樣分 為何 於是有很多神廟 對於他們的歷史很重要的東西 就不知如何割 而泰國和法國 他真的有時都願意割外 這些比例 緬甸也是一樣 因為緬甸和泰國幾百年前 打仗打和金 兩個強國一當地區 後來又和平了 其實邊界都是古靈精怪的 很複雜 所以為何會製造金三角出來 沒有網管 所以我們平時經常聽聞很多東西 就不知如何來 你真是轉眼來的話 有很多東西相關 那為何金三角沒有網管 再種鴉片 就是當時邊界糾紛的問題 根本不知道哪個管 加上中國難民 加上國民黨的孤軍 很複雜 所以那個年代的時空裏面 確實是挺亂的 所以為何泰國 維持平衡外交和和平發展 極度難得 為何他的國民 當神不敢拜 是有原因 所以朱乃龍公 即是拉馬四世和拉馬五世 這兩父子 令到泰國皇室和整個國家的基礎 非常雜質 令到一場小戰爭 大家經常忽略了 又是提話話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經常說電影 通俗一點大家容不了解 泰國電影裡面 很出名的鬼妻 記得 鬼妻的背景 你記得開場說什麼鬼 老公為什麼離開老婆 我忘記了 去南邊馬來西亞打仗 那一場也算是泰國的現代化戰爭 就不是古代用刀槍 不用大文將 真是拿槍拿炮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又跟英國佬有一個 馬來西亞是英國靜民地 又變成糾紛 為什麼泰國現在南部 所謂回教徒的叛亂問題 就是那時候來的 再數前是明朝關事 不好意思 這是禮真的 當時三寶泰鑫下西洋 其中的扶植中國殖民地 真的有做到這件事 不只是華埠那麼簡單 而扶植中國殖民地 居然大家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是回教徒 所以他反而支持了馬來西亞半島的蘇丹 擴充地盤 正說是回教徒 而且他不是普通回教徒 正和是去過墨加朝聖的 正和的副手叫做馬寬 也是回教徒 國際翻譯專家 回教徒很多是姓馬和姓默 因為他是逆馬哈密 是馬哈密的 所以變成他們的組法 所以那個來源也跟中國有關 自從明朝之後 直民化 開始直民化整個東南亞 其中一件事 就是鼓勵中國的所謂友邦去擴張 而當時被欺負的就是泰國 當時他們支持了馬來西亞回教蘇丹 向北擴展 然後跟泰國邊界的糾紛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到後來真的拉馬五世上任之後 開始有少少維持邊界 平衡外交 有和平手段要送禮 各土地這些合理 但遠得某個底線他不遠得 他會打你 所以這個皇帝不是純粹 玩外交手段那麼簡單 他真的有什麼數目的 他太過軍隊的現代化 也做得相當好 當然也叫做有限度戰爭 他不可以得罪英國 不止那麼簡單 泰國的皇帝是很過癮的 打得仗來的 他不是窮兵席武 不是窮兵席武那隻 絕對不會 即是國家有限 以龍立國去哪裏 但他一定會保護自己的國家 但他會保護自己的國家 那一刻他跟馬來西亞打窩金 保持了南邊的邊界就沒有損失 但他不會輕易用兵 不會亂犧牲 最明顯一樣的事情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看看整個東南亞 整個東南亞是日本橫掃 但日本來的時候 泰國知道我不可以跟日本打 我不可以生靈塗炭 結果他跟日本合作 沒得孤注 他的合作方式很過癮 沒有人怪他 很過癮 他是借路給日本 由北面殺到馬來半島 這一下其實英國人都有點生氣 是很生氣 因為慘大得很厲害 兩種不同的說法 所以這個時空還在說 四五十年代 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其實有一個名將 叫山下奉民 馬來亞之虎 馬來亞之虎 為什麼呢 因為他知道英國的炮台 馬來西亞那邊 就封鎖了馬六甲海峽 也就是說 所有航運 原材料 因為貿易被他捏著他的喉嚨 所以日本真的連英國都打仗 他不可能不打星亞波 他玩偷襲 就不在海面的方向進行星亞波 他反過來就走馬來西亞 那邊陸路 但不要容易走 很難走 他想像到金馬倫高地 而且當時馬來 還是原始的月大雨林 你是重裝備 沒有辦法穿越 他很厲害就是他不用重裝備 單車 用單車來走 用單車 用雷仔 用輕裝的人來運 他用飛機和戰艦封鎖 新加坡和馬六甲海峽 沒錯 英國又失去了制空制海拳 但是他背部的主力部隊 是借路泰國 由北向南 撐下去 正正如大家有看過地圖 就是拉馬五勢打仗 贏回來那塊 南邊那個幫 剛剛就是馬來西亞 接進去中南半島大陸的陸橋 如果泰國不借路的話 山下逢民是過不了 不過泰國又厲害 我舉手又不投降 總之一句就是 金馬倫高地我控制不了 那誰過得到 那你自己的本事 他又不責任你 總之我借路 我又不是幫你 不過你肯借路給他 他又不是明借路 日本人總之我長驅直進 我自己有默契打眼色 我不動你 其實說了一點點 不能動 而且日本當時 日本當時主力 亦打算動英國 所以他既然泰國肯同我合作 我也沒有必要和泰國開拖 當時日本人有一個很過癮的口號 大家忽略了這件事 因為經常說民族主義 忽略了這件事 人家泰國人不像我們那樣玻璃心 不好意思 其實整個中南半島 飽受列強殖民久矣 大家深受其害 所以日本人來到的時候 基本上 當地地方的人 是不支持殖民軍隊的 所以不要說大家 敵丐堂肯定和日本人打國 不是這樣理解 不是這樣理解 對於當地人來說 是兩個列強之間的爭霸 但是我泰國就無介入你們的戰鬥 我當年英國法國在打你們的事 英法打到七彩 現在日本人打英國 我又不理會 中國都玩了那麼久 你從泰國的角度解釋 絕對對 整個二次大戰 周圍封天佩地 泰國保警安民 完全沒有事 到戰後 盟國要制裁他的時候 他很簡單 你們不能保護我 我又不夠日本人打 很簡單的事情 他真的拿過條約出來 說我是你的保護國 你有沒有保護過我 你毀約在先關於什麼事 我不追索你算給面 我又沒有犯過 對你們戰爭罪行 沒有任何戰爭罪行 亦都沒有所謂 那時候經常說 知敵 如果我們兩個交戰 你是資助敵人的話 我也當你是敵人 泰國其實沒有我 你日本自己打 你沒有辦法 結果盟國就不去制裁泰國 不能制裁 亦都說回當時 盟國反攻中國大陸的時候 真假 反攻中國 叫做中緬公路的計劃 就是由印度 經過緬甸開條公路 去支持中國的西南大後方 不太愛國 你不要忘記各位 因為中緬公路死了很多人 固自然 但是起得成 你以為泰國有沒有幫忙嗎 對不對 所以沒得說 你想想 二戰之後 國共內戰49年之後 走爛下去 避難那些國民黨軍隊 他避了在哪裏 泰北 你霸佔了別人地方 所以根本上 大國也要維持當初 初衷 總之 我不會動你 你又不要動我 我保警安民 你是搶了那些家科 他未必跟你計較 那他就不用了 泰北那裏 所以根本整個泰北的戰略重陣 所謂金三角地 他進入中國的下野 是因為泰國洋權 洋路 被你盟國去打進去 中緬公路 怎麼講到神話 而這件事在泰國未來幾十年 國家安全和穩定 非常重要 待會我們可以再說 但是我們看到 他整個二次大戰的 風淵遍地生靈圖 他保警安民 而且他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優先 這件事是泰國 以及以皇室為精神領袖的泰國 是值得我們專注的 為什麼泰國人當是皇室神不敢拜 真是能人所不能 但是老婆又說是超人 你由殖民時代 到整個二次大戰幾十年 也有一個變數 差不多一百年 變數加科 而有些強人政治的後果 都是難以避免的 就是拉馬五世過世之後 為什麼由繼任皇權那天 都出了一個意外 其實不是由蒲微蓬接任的 原本 你有沒有見到什麼事 就是他那個死了 他哥哥被刺殺 即是拉馬八世 突然間是神秘 被刺殺 那時候是1946年 沒錯 剛剛二戰結束 有很多種說法 其中說法 阿楊先前提到的背景是有關係的 開始冷戰 所以變成你皇室站在哪邊的話 是另一重計算 明義上他沒有追究你 那誰動手 這些陰謀論其實是滿天飛 泰國自己也不知道 深入了一條詞 其實泰國就沒有所謂內部的矛盾 是有的 雖然剛才說到皇帝做得這麼好 那個矛盾在哪裏呢 跟韓國有點相似的 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總有人想廢除帝制 老實說 先以政治原則來說 先以政治原則來說 他覺得現代化其中的阻力就是一個皇室 我要走一個共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變成有些改革派 光譜都很闊 由最溫和的保皇 立憲 現代化開發 到最極端 也是共產黨的 這就是他戰後的時候 泰國其實處於一個極端兇險的狀態 整個中南半島都是 不是只泰國 我只是說泰國 先說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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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泰國 泰國你見到他幾十年來 風平浪靜 不是 他1945年 就是你剛剛說 而冷戰開始 泰國處於一個極端兇險的狀態 忽然之間反過來玩 沒有變敵人 不是普通危險 極端兇險 你想想 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南半島發生什麼大事呢 當年 1945年 剛剛 日本塗抹多久 九月開始 法國已經和越共開拖 已經開拖了 越南戰爭已經在泰國旁邊打了出來 因為中共已經扶植了他的代理人 在越南起義 所以其實共產主義 一早已經在中南半島報局了 而當時共產主義 緬 緬甸有緬共 緬共的其中一個始創人就是 昂山 昂山蘇姬的父親 昂山將軍 另外泰國有泰國 越共更加不用說 馬共的勢力 以陳平為首的馬共勢力更厲害 中國僑民 所以當時 泰國本身是被共產主義運動包圍 他自己腹心裡面 也有泰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也有泰國 當時他們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 沒錯 是無式革命 最暴力那種 因為剛剛趁著日本人撤退 列強還是元氣大雙 未恢復秩序的時候 到底是恢復以前的殖民秩序 還是民族獨立 經常說獨立 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在真空狀態下 各人都有不同的訴求 全部彈出來 那時候 黃室 太國黃室 對 東南亞黃室 不知道是泰國 有黃室的 減何債 有影響力的黃室 他們的定位很重要 當時泰皇普 剛剛登基1946年的時候 他只有18歲 是完全意外 完全意外 這個也是深受人民愛戴 他是很危險的情況 他沒有心做皇帝 因為當時 他遇到他大佬登基 他只是四節讀書 但他不是花花公子 他專心讀書 而且他是瞞了一隻眼 是視障有問題 是視障的 他讀書的時候 他專心讀工程 你有沒有記錯 後來才轉讀別的樣子 趕著回去繼位 他讀工程的時候 真的是品學兼優 還很過癮 所謂的花花公子 是甚麼家科 他喜歡玩西斯鳳 他玩著字音樂 很過癮 這是品味 絕對不是說花花公子 不是甚麼 你可說他是花花公子 即是他不是很乖乖豬 他都會磨 他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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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他玩音樂 很健康 好像蕭公一樣 我減了一樣 他始終是皇室身份 所以限制很多 所以他是玩音樂 不是古典 還要是古典孤之然 他吃得很明顯 他是玩爵士音樂 他在內政上 這麼兇險的情況下 在內政上 一定是反共 他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 真是暴動 你不反 他對外一定是親西方 尤其是親美 沒有辦法 他不可能親中國 當時亞洲戰場的統帥 就是默下塞 你走不走 大家老實說 又要回歷史時空 不要抽空來看 大家美帝主義不是這個理解 而是整個世界 在打反法西斯戰爭的時候 亞洲戰場的統帥就是默下塞 當時去到50年代 1954年 奠邊虎戰役之後 法國人 被紅色拿破崙 武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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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福援甲 武援vable Dylan 武援甲 左 picky 武援甲 武援 kasih którym 武援甲 馬胆 還可以把軍裡開的事情 骨牌效應 巴特寮 結果整個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勢力 還沒那麼快赤花 但是大幅度增長 然後到60年代美軍大幅度介入 越戰 那一刻又很慘烈 不就是越戰 大家經常忽略了 中南半島不是就是東面的 你看看西面發生什麼事 新加坡時差不多運用獨立 南面是新加坡 南面是馬來西亞 東面是泰國 西面緬甸 東面是泰國為中心 泰國又被人圍住了 南面馬來西亞 馬共在打松林戰 英國特種部隊介入 還要用新村形式封鎖原村 很可怕 緬甸當時也是這樣 庞山將軍當時所謂革命英雄就是這樣 聲風血雨 你不要只說排華 本地人死不死 他當時的空險程度是比起日本二次大戰中的人 因為他腹心地方是有 共產主義運動 內外都有 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樣才是傷的 你不是外敵喝工 你覺得自己人 當然也不是伏不利物價貨 為什麼東南亞 那段時間之後會有排華運動呢 尤其是印尼 你看一下共產黨頭目的名字 他們的錢 他們的武器 他們的顧問從哪裡來 是呀 那是不是很討厭暴露那樣東西 別人排華 你可以說別人民族主義 惡毒主義主義 你不要想想別人內戰的時候 是什麼人打起來 還有那種恐怖 共產暴動的那種恐怖 是多嚴重的 柬埔寨就是 我們對比當時 仍然有兩個君主制的國家 柬埔寨一個泰國 柬埔寨的思汗洛 和泰國的普密逢 都是國家的精神領袖 忠心之處 大家都好得人民外帶 思汗洛就死了 他本來有這麼高的聲望 柬埔寨還是稻米出口國 但是他去了親中國 甚至親共的路線 他有一些胡志明小道 被越共通過柬埔寨 打南越 而在柬埔寨境內 還有很多小型的補給基地 給越共活動 這件事美國人是不可能容忍的 泰國也不會做這些傻事 結果美國生氣起來炸柬埔寨 他遞尖式去炸胡志明小敬 而實在胡志明小敬就在柬埔寨境內 結果還有一獲金 就是在70年的時候 他趁思汗洛去訪問外國訪問的時候 用一個親美的龍樂章 推翻了思汗洛 然後思汗洛 落往北京 在當時毛澤東等領導的關照之下 就和赤簡合作 思汗洛是和赤簡合作 而赤簡在農村以思汗洛的名義招兵買馬 結果大家會知道有什麼後果 赤簡的勢力大幅度作大 所以你也是一個四面受敵的皇朝 你選擇的路向變化很大 泰皇以統統統統統為首的泰国 堅決反共 堅決跟西方走在一起 結果呢 最難聽的是反中 中國正在支持國內一半亂 它就是共產黨大本亂 你顛覆我的政權 那就提醒大家一件事 前居可監跪低 所以柬埔寨玩完了 柬埔寨途國慘劇,1975年大屠殺 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 而詩漢諾的皇室,十四個子女有五個被赤簡殺了 有十四個孫子也被赤簡殺了 泰國皇室有沒有秋毫無損? 普密逢的智慧和詩漢諾的智慧,大家同一起跑線 甚至普密逢是臨危壽命,什麼準備都沒有 最終歷史證明哪一個正確呢? 泰國人如果懂得對比的話,我鄰國發生什麼事? 我鄰國皇帝做什麼?走了什麼路? 我們的皇帝走了什麼路? 我有什麼理由不去尊敬我這個泰國呢? 自從普密逢登基之後 基本上泰國都是向現代化繼續推進 現代化和向空險的環境 還有一樣,講起自治共 普密逢為首的泰國是一樣厲害的 他不單是在外交上跟西方走在一起 他在70年的時候,泰國在泰國發動一次很大規模 他泰國很厲害,用前國民黨的泰國孤軍 段希文將軍來守 其實當時只有千多人是殘軍敗仗 難民 但他們這班人最受共 亦跟共產黨打最有經驗 太軍不夠打不要緊 就找段希文將軍來 給你們立足湯地,給你們泰國公民身份 改善你們的待遇,我不再逼你們走 你們幫我搞定共產黨,搞定老共 結果這班國民黨的孤軍很多年了 當時段希文70歲了 賭賣老命和泰國死亡 結果真的打倒了泰國 泰國政府會不會打,結果被這班殘兵敗仗打倒了 有些葡萵葡都是勉為其難的 為什麼呢 剛才說的那句 因為整個中南半島的內戰最傷的什麼家科 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下更加慘了什麼呢 就是說 他是要用到中國僱傭兵 在泰國打泰國人 為什麼搞到這麼尷尬呢 泰國是親中的就是這麼簡單 對,泰國是親中 而那班是最反中共的 是泰國的那班 是中國人 後來又有什麼二域 這些電影 又是看電影 是真的 二域,柯俊雄 是很淒涼的 但那班二域的孤軍他們很有紀律 也真的很堅持自己的漢文教育 很值得尊敬的一班 泰國又不是打完戰鬥與和尚 他真的被公民雙分區 還有贏了那場仗之後 泰皇普密逢親自接見段禧文將軍 向他授勳 而泰國的軍政界 商界等等 對段禧文他們這班人 也是高度尊敬 當段禧文後來 80年死的時候 只是宋桑的航連 都成兩公里 於國有功 所以泰國 亦有另一人 受人尊敬就是 他沒有打完戰鬥 不要和尚 這個很重要 除了維護國家利益之外 他對外人也有些人情味 泰北那邊 差不多近伏自治區 雖然說 不再以這個所謂邊境不清不楚 為金三角 就不開了 因為當年的毒品 難以控制 也是如此 而後來之所以控制到 除了重用國民黨的僱傭兵 說得難聽一點 的確是打完戰鬥 不是不要和尚 打完戰鬥 差不多是分封建國 所以泰北那邊的 所謂自治邦 其實差不多 你當成小台北都可以 然後那邊 因為你開放了一個經濟 你不再視為一個軍事敏感區 經濟有進展 那些人開始中回 未中一期的經濟 就不中鴉片了 還有那個僱傭兵 他們的後代 孤軍 國民黨孤軍的這些後藥 值得尊敬 他們一就是 堅持自己的華文文化之外 對自己子弟的教育很重視 特別重視教育 所以他們就不會牽涉到毒品問題 令到泰北到接近金三角的地方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其實泰北的毒品問題 我怪泰共也怪那筆國民黨 根本不及共民黨事 但是有時間還可以去旅遊 因為現在和平了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參加這個金三角旅遊 我讀書的時候還會送暖到泰北 香港的親國民黨團體還有了 不是說不用送暖 而是平常心 平等對待 你如果去過的話 你一定要尊敬他們 去參加金三角旅遊 去看看風土人情 去看看農村生活是如何 其實那裡有很多博物館 那裡有很多博物館 就是佬兵 佬兵就是戰國名將 將爺爺的勳章 背堅 獎牌 照片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當時中南半島的局勢是如何 不要經常看愛國教育歷史書 真的看愛國那些人是如何生活的 應該親自去看看 成本不貴 這班真是愛中國的 華人爭光的 是華人同意 什麼叫中國他們都不知道 中華民國遺棄他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要打他 結果他們自己在那裡 名號上他依然是專門中華民國的 這個沒有錯話說 但他們真的打出一片 自立為主 問題是他和泰國都相關無事 但這個時候不表示泰國是安定 他的危險 又過一關 所以過了七十年代 又有一個難關要過 最糟糕就是美國七十年代 1978年年尾 撤出越南 75年美國撤出越南 然後柬埔寨和遼國都被共產黨取得了 然後赤簡在逃國 對泰國來說 其實當時泰國勢力都一直瓦解 但是他在柬埔寨 赤簡雖然是共產黨 但他沒有動泰國 他在動自己人 亡於殺自己人 以及去動越南 赤簡雖然是跟越南開拖 自己一直殺自己人 一直跟越南開拖 到了七八年年尾 這個又有一個原因 又來了 不是關他們自己有事的 又是關頭的事 關北京的事 慘了 北京因為 越南倒向蘇聯 因為柬埔寨一直都叫赤簡 毛澤東那一套 越南 是親中的 越南75年後走去親蘇 蘇聯當時跟中國過不去 其實越南很聰明 他一直都兩頭親 胡志明是聰明的 當年打美國人的時候 你猜胡志明不知道嗎 當然 靠誰 你以為真的靠中國打得到嗎 靠蘇聯 傳統上越南對中國的防備 都是世仇 幾千年世仇 美國人不是自己 打爆春袋 就說自己落錯決定 絕對是美國自己錯 當年如果他看清楚 到底這群越南仔 舉起是什麼旗 只要不要 中了反共的獨咒 基本上越南可能一早已經親了美 就是要獨立 沒有說過他親中 但是因為他是共產黨之旗 因為共產黨的無所謂 他打著共產黨的旗 這個獨立宣言 他都沒有說過他 你來打他 越南 越南統一之後 75年統一 他想親美都不行 他唯有 但中國這麼大的東西 從上面壓下來 我唯有他親蘇 一面倒親蘇 一面倒親蘇 很過癮的變得多快 就是1975年美國都撤退 1979年已經中月戰爭 但是當時中國想利用赤简去動獨立 以為可以利用中心獨立 結果引發赤简 殺十幾萬大軍進去 1978年10月 兩個星期之內 就堆壞了金邊 因為赤简根本完全沒有戰鬥力 他自己人殺到天翻地覆 他自己人殺自己人厲害了 赤简裡面已經陷入內戰階段 他有不同派 不同派系都在殺 你相信毛澤東就弄成這樣 結果他真的完全沒有戰鬥力 中共扶著出來的不行 但是這個時候泰國害怕 原本是夾著一個柬埔寨 突然間殺十幾萬越南軍隊進來我旁邊 泰國害怕嗎?當然害怕 又看出普密的政治智慧 他跟越南講和 大家估計不到 也就是說大家都怕越南 小霸王 紅霸中印半島的時候 泰國第一個看穿 不會 這個很重要 大家可能真的沒有想到這一下 為什麼看穿他不會呢 因為根本就是柬埔寨主動挑釁 越南才是搭沉起 還有柬埔寨和越南 柬埔寨和泰國本身都是矛盾多的 不過有個越南暫時就暫時就暫時 為什麼說泰國呢 因為他的國際視野 差很遠 他一向跟美國人聊天 你以為他不知道越南仔在想什麼 只要你不要亂來的話 其實根本清算了赤简之後 然後就跟越南宣佈 記不記得 改革開放 但是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件事 越南開放都是1989年撤軍之後慢慢 十年了 但當時 柬埔寨戰爭的十年 泰國都一定要防敗 十幾萬虎狼的越南軍隊 打越、打法國、打中國、打美國 全部都被淒塌 你來我旁邊我無論如何都害怕 我不可以不防備你 結果他又是利用 另一個僱傭兵幫他打越南 頂著越南軍隊 就是赤简 還有中國 他那時候不是說親中 但是既然中國跟越南過不去 赤简又跟越南西售 他就利用向西撤退的赤简游擊隊 跟越南軍隊打 牽制著越南 中國來的資金和武器 通過泰國輸給赤简 沒錯 這不是很厲害嗎 赤简沒有 問題就是 會點到即止 為什麼呢 他不是出兵跟越南打過 反過來他在後援中心 他沒有借路被人打贏 沒有啊 他沒有施漢樂那麼笨 被人借到去打美國 你傻的嗎 他在外交上仍然跟美國是友好 他依然是美國友好 但是他又跟中國改善關係 因為中國需要他嘛 結果兩家查理都釋放 照收 但是他跟中國的關係 改善很重要 對他的國家安全 改善關係 他都保持適當距離 還有一件 他負責了一件 就是 他收容了 在太監 收容了幾十萬 柬埔責難民 當年如果有看過 又是看電影了 Killing Phil Killing Phil 好慘的一套 問題的而且顯示了一件事 泰國聰明為何加科 他懂得國際牌 沒錯 因為他不只是落實貨 雖然他也是照顧泰國人本身的利益 但是他在履行一個很重要的聯合國的國際人道責任 整個中南半島都亂粉了大龍的時候 他是一個難民逃難的 必然站 他拿了很多聯合國的支援 資金 支持 做了這個所謂人道救援的工作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他收容難民就不是德國那種 無自警進來融入的當地社會 衝擊整個泰國 他也有 他也有 但他是在邊境的難民 赤箱拿著武器那些 叫你回去打越南鬼 你真是難民就收容你 分後清楚 主要是在太監邊境 以及在太監 和平陸續回去 所以他這件事 復元安排 是贏得國際社會的 所以就是 為什麼當年泰國皇室的現代化那麼重要 國際事業 不要這麼俠藝 只看著什麼 外國傳統 還不是這樣理解 當你作為一個 45年有聯合國籍 新的名詞 對國家叫做地球的國籍 是否有地球的國籍 是不是地球人 這是一個普世標準 而泰國因為幾十年以來累積下來的教養 用教養來形容 他有國際公民的概念 去履行國際責任 所以變成全世界都支援泰國的發展 又渡過了一個難關 他就說 不是怕與不怕 他有防備 但對於越南這些 的確又有視野的問題 他看得出來 你不是真的想我死 不過他跟越南越軍 你說剛才我們不是說有防備之外 泰軍是有能力保護自己的 就是在80年代中的時候 越南軍隊有時掃蕩 西部的赤箱用具 入了泰國境外 泰軍真的打你越南 他真的打的 他真的掃蕩你越南 然後當時的泰國陸軍總司令 軍事強硬 阿鐵將軍 親自去前線督戰 總之一定你越南軍 一個都不能夠過我們邊境 你掃蕩這件事你不要過來 當時的赤箱 沒有說話好說 的而且他是游擊隊的DNA 你打他就跑去哪裡 泰國邊境有的 有時候扮爛民 扮爛民 泰國也 紮日借尾 庇護你 不會死得絕 因為我要你去打越南 但麻煩你回頭打越南 所以結果 各方面的手段 由令他化險為宜 直到89年越南撤出柬埔寨 又安定了 有辣有不辣 凡事沒有絕對 這也不是泰國的錯 所以泰國經常說 軍隊乾淨 你沒有辦法 因為的現在動亂的環境 大權不可能不外入軍事 某程度上來說 所以軍人在泰國的地位相當高 相對獨立 當然不像軍政獨裁那麼誇張 他沒有緬甸那種誇張 問題是泰國軍隊本身是很強烈的愛國意識 他只是很強烈的政治意識 泰國軍隊也是很效忠 絕對忠心於泰國皇室 不是憲法寫的 所以當皇室不亂來 當泰國皇室得人尊敬 的時候 泰國皇室也不會讓軍隊亂來 有一件事 在越南軍隊走了 好像化險為宜之後 1991年又有了軍事政變 1992年 群眾和學生 上萬谷街頭 要反軍政府 反軍政府總理素金達 結果又是 開槍鎮壓 死了幾十天 又死了百多 在這個時候 泰國普密逢 在全世界電視直播 這是破天荒 為什麼呢 泰國皇室有一件事 像英國皇室以前的那招 就是 保持距離 不要說神秘的 因為他皇權有神秘的 是天子 其實皇室的活動 尤其是皇宫裡面 其實外面是看不到的 拉閘放 怎麼開放一回事 他知道他要保持距離 因為跟英國佬學 這個要保持距離 日本也是 問題就是 1992年發生什麼事 好像仰華 為什麼說破天荒呢 因為泰國皇室 要出到他自己 天磚來 平亂的時候 真的平亂 他如何兵不血刃 化解了兩大陣 因為 說難聽一點 兩邊都打著鑽黃的旗次 兩邊都說是為了保家為國 你 說難聽一點 泰皇兩邊都不能下手 你明白嗎 你不能一派打一派 絕對不會這樣做 如何可以擺平呢 終於拉開那個 帳漫 讓人看到 神秘來王的不家科 如何平亂的呢 看過人的時候 笑了出來 忍不住笑 為什麼可以平亂呢 不只是拍攝泰皇 接見雙方代表那麼簡單 泰國的傳統 就是 神民參見 君主 要行過什麼禮 跪嘛 不知跪那麼簡單 那種跪法 我們中人很難理解 比三跪九級還要命 你如果看他的影響就知道 不單是跪在神 不單是雙室下跪 要咬彎趴在那裏 即是說他前身是雙宰落地 跪拜 後半身是打側 他腳要翹起 跪的形狀 當時他走進去之前 不是走進去的 跪進去的 當時是跪進去的 用膝頭走進去 是跪進的 跪進 跪進 全世界看到 歷國總理和所有反對派 這樣做的 在旁邊千鈞萬馬 你怎麼用武呢 一回事 同未同泰王接見你 一本正經 他又不兇死 很和善 很和善 很磁場 不過你又跪進來 第一件事 你兩人 跪進來 跪進來之後 還跪在皇帝面前 即是進隔 平等的 你講完幾分鐘 到他講 你講完幾分鐘 到他講 不准吵 他沒有罵你們 他又不罵你 他說你們要和解 要和解 大家 大家和諧 知道 然後總理下台 然後總理下台 反對派也不再示威 那時候泰國人看下去 爬爛手掌 他做出來 有什麼辦法 不當他神般拜 另外73年也有一窩 當時 小插谷 又是開槍打學生 泰皇就開放皇宮 開放皇宮 的部分地方 給泰國學生 備護泰國學生 軍隊就不能進皇宮殺人 所以泰皇在軍隊怎樣學都好 只要泰皇 他不會亂來 他不讓你軍隊亂來 軍隊就適可而止 所以去不了緬甸那麼殘酷 一來 所以變成為何又回到大圈兜 最後又說 為何擔心現在泰國的憲政危機 是個皇柱 他不敢坐正 是的 他不敢坐正 九十六歲的攝政王 攝政王 但是就是怕他出事 太敏感 以及不容易得到平衡 打了黃三軍 紅三軍 打了這麼久之後 表面上是和平 但其實還是外圍很空險 北面有一個中華帝國 虎視擔擔的 起鐵路 有一些收買人心 南面還有伊斯蘭的反叛力 南面還有反叛力 伊斯蘭也選 這個四面佛的被人樂言炸彈 根本他自己知道 還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普密逢一生人 最可惜最遺憾的 我覺得 他沒有利用九二年 在他聲望最高 國際社會對民主訴求最高的時候 推動有一個政治改革 即使有限度的政治改革 你都好過完全原地踏步 他的聲望是很高 但他繼任人不行 而他仍然是維持一個軍人剛正的 一個相對落後的體制 這真是很大遺憾 但也有很多 客觀限制條件 當然 九二年 東南半島 定了沒有 他敢不敢放手呢 雖然軍隊說那一刻是和平撤退 但也不是交出軍權那一刻 另一件最難押 真是最難押 公民社會的質素 去到哪裏 不是貿務員放的 當然 真是不要以為 藍絲那邊 不是這樣理解 我們看回泰國純水的本地 的確就是 不論泰皇 他真是落手落腳 勞心勞力 想拉動經濟 現代化才算 城鄉差距仍是大 這件事很可惜 即使他想還正於民 民在哪裏 這個問題大 誰會接呢 他後來身體老一路健康 已經看到他很難駕馭 駕馭的問題 所以變成時空交錯 很可惜 九二年平定內亂 沒有辦法 再進一步 他沒有辦法再推進 當然 是基於什麼客觀條件限制 可能大家已經二十幾三十年前 已經淡忘了很多事情 你想想越南那時候 還未打完 還有很多矛盾 剛剛開放 緬甸還在拉鋸 剛剛才軟禁昂山蘇姬 北面 東面 南面 各自有問題 你怎麼搞 如果他能夠像北丹那樣 那個老國王 最後做到一個基本有限度的改革 現在 不僅2008年 成為他國家的第一次 舉行第一次的民主選舉 已經好很多 不過 不僅的老國王 又一樣好 就是他的王柱 質素太高 走出來 全世界女士為之傾倒 然後他派他王柱 全國各地推動這個政治改革 以王柱的魅力 老國王的威信 全國都聽 他在上帝健康的時候 在2006年 由他王柱繼位 他順位自己 去搶福 做太上皇 結果現在 成為全世界一個 尊重他的國家 泰國有沒有爭奪 那個政爭有沒有平息 現在剛剛才 擔心 你不擔心 儲君還未敢登基 攝政王就撐住大局 大家 設留意吧 我補充多一點 他或者參考尼博爾 尼博爾在2001年 比蘭德拉國王戶號 被他全家 洗了 他的弟弟比蘭德拉繼位 被視為 一個亂神賊子 沒有證據 結果全世界 對他 當時的無共遊擊隊 尼博爾除了加德滿都 他也大部分控制了 結果 無共遊擊隊和其他反對國王的勢力 大家一起放下武器 2006年 一起對加德拉下台 2008年直接廢除君主制 不要你這條亂神賊子 我們大家放下武器 搞議會制 雖然尼博爾現在有很多地震 很多問題 但他在最嚴峻的關口 由他無共遊擊隊 可能變赤 結果 他們各方政治勢 願意為國家人民的利益 坐下 堆壞了最不受歡迎的那個人 找到一個官敵 國家 走回一條相對和平的路線 泰國的形勢 其實無論經濟 政治 無論皇室的威信 到現在仍然 很好 所以不一定是太過悲觀 問題是各方政治勢力 尤其是軍方 肯不肯大家讓利 軍方 坦白說 看過現在軍方的表現 不是真的那麼差 他不是不講道理 但的確 他很擔心 很擔心 你不乖 你看著皇柱的 王之不似人軍 真糟糕 他還未完全解決 還有勢力 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說哪個好人哪個壞人 但是能否像尼泊爾那樣 一個各界的共識出來 大家真的相以國家前途 其實反而是大家密切留意這件事 希望泰國就跟以前 過去八紀年一樣 這個值得人尊敬的國家 他的向心力 是很強 這是真的 人民的向心力 這是很重大的分別 起碼不像尼泊爾那樣 真的拿槍自己打 沒有了 泰國的外大皇室的向心力 還在 只要不要蝕掉的話 利用這個機遇 人民內部協商的未來 出來的話 是好事 我們拭目以待 希望這個國家繼續漂亮 不好意思 我們是外人 我們不是泰國人 希望各位泰國朋友 相安無線 再見 再見